想要打败美国 中国军功目前必须突破三大技术平静 一旦突破 美军优势将不复存在 大家好 我是启明 本期话题 我国军功三大平静 近些年 我国国防军事发展 可以用日新月异 目不暇接来形容 各种先进战机翱翔天空 002 003航母也先后下水 但烈火朋友的背后 中国军功依然被三大技术狠狠掐着脖子 成为了我国一片光明中的那颗小黑点 这三项技术便是大名鼎鼎的战略轰炸机技术 航空发动机技术和航母核反应堆技术 其中战略轰炸机技术 可谓是我国最急需的关键技术 前些天 我国人称六爷的轰6K轰炸机 在南海低空 驱离美国里根号航母的消息引爆了网络 而这也让轰6K战机彻底走入全国人民的视野 我国这款主力轰炸机空重37.2吨 最大起飞重量75.8吨 巡航速度800千米卫石 作战半径达到了2300公里 可以搭载9吨弹药其中包括核弹 但是其极限航程只有8000公里左右 载弹量也少得可怜 放在世界上也就是个中等水平 如今美国拥有全球最强轰炸机B2 其本身采用非常未来感的一身融合构型 表面拖有特殊材料 拥有极高的隐身性能 飞行最高速度达到0.85马赫 最大航程11675公里 可谓是绝对的空中霸注 美国之外 俄罗斯如今也拥有极其先进的顶级战略轰炸机图160 其最具特色的是庞大的载弹量 达到了惊人的45吨 是我们轰6K的5倍 另外图160的飞行速度也达到了惊人的2.05马赫 极限航程也高达16000公里 可谓是更快更高更强 如今我国也在研发自己的超强战略轰炸机轰20 直接对标美国的B2 但十几年来却依然没有什么消息 今两年虽偶有消息 但具体如何也没人能说得清楚 实际上战略轰炸机的研发难度是极其高的 就比如美国的B2 其飞机单价高达24亿美元 即便是财大寄宿的美国也只有21架 俄罗斯的图160更惨 只有16架 没办法 战略轰炸机这个东西实在是太烧钱 真不是一般人能玩得起的 我国的轰20目前虽然还没有确切消息 但是在2020年的央视节目中 轰20研发消息被正式确认 一年后的空军招飞宣战片中 更是显现出了身形 这无疑给我们无数军迷打下了一记强心针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一定能够看到我国轰20翱翔于天际 战斗机最核心的航空发动机 是我国目前最大的军工短板 那么我国目前的航发技术 究竟是什么水平 发动机作为军用战斗机的心脏 直接影响到整个飞机的动力系统 像是战斗机的速度 续航载重等重要功能 都直接取决于发动机的好坏 因此发动机的制造难度 也是整个飞机中最高的 但我国作为追赶其他世界强国的后起之秀 在航空发动机这种核心技术上 始终难以参透终极奥秘 尤其是军用战斗机的发动机 这一种技术在美俄内部 都是绝对的最高机密 我国在研发过程中 可以说没有任何参考 非常的艰难 后来借着中俄关系的好转 我国向俄罗斯进口了大量的 AL-31F系列发动机 这种发动机虽然具有尺寸小 推重比大 维修成本低等优势 当时也确实为我们的航空工业发展 做出了巨大贡献 单其发动机主轴程存在致命缺陷 经常会出现表面剥落 润滑压力过低等毛病 严重影响着战机的安全与稳定 别人家的终究不如自己的号 面对这种情况 我国也以AL-31F为原型 制造出了自己的国产 太航沃扇发动机 目前我国歼20战机所使用的 最新型号沃扇10X发动机 已经成为了三代发动机中的佼佼者 其最大推力达到14吨 推重比及发动机马力和重量的比重 达到了8 使用寿命超过3000小时 已经是相当先进的航空发动机了 但其余如今装备在苏35之上的 AL-41FS发动机相比还是差了很多 俄罗斯这款发动机推力达到了14.5吨 推重比更是超过了11 是目前现役推重比最大的沃扇发动机 另外目前美国还有一款 更加先进的F-135沃轮扇发动机 这款发动机加厉推力达到了恐怖的19吨 推重比也达到了10.5 综合性能放眼全世界也是妥妥的第一 如今我国最新研发的沃扇15和沃扇20 已经陆续投入使用 但详细性能依旧物理看花 不过相信随着我们的不断努力 中国在航空发动机领域 与世界一流的差距一定会越来越小 核动力航空母舰猛南元 其中核反应堆技术是一大端版 我国目前在这一技术上还有哪些瓶颈 与世界一流的差距到底还有多大 今日大连造船厂展出了一款航母模型 其模型上显示的悬号为20 且从外观看没有烟囱 懂航的一看就知道 这很有可能就是我国的核动力航母了 我国航母发展从一开始的辽宁舰 到后来的山东舰福建舰 在常规航母领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宝贵的经验 但今天要说的主角核动力航空母舰 却又是另一种更高维度的东西 其主要的核心难点就是航母核反应堆 如今航母核反应堆主要分为两种类型 即金属堆和亚水堆 其中金属堆本身结构复杂可靠性低 已经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而亚水堆技术成熟可靠性高 成为了如今核动力航母的主要方式 这个所谓的亚水堆技术 其实说起来也不复杂 简单讲就是两个回路中的回来回加热 竟然带动发动机发电产生动力 不过在实际研究过程中 那可要复杂太多了 基本上要精通核物理学 水力学 结构力学 流体力学等多种复杂学科 其在实际运行时时常产生的高温高压 也考验着建造材料的强度 可以说从设计到建造 一丁点差错都不能出 建造难度非常的大 不过在2020年设计建造了 玲珑一号小型核电站 通过它一年可以发出10亿度的电 如果将其移植到航母之上 那么像福建舰这样的8万吨级航母 时速将达到35000米每时 不过灵珑一号使用的 U-235燃料风度只有4% 风度越小 核裂变效率越低 而美国核动力航母的风度 达到了44% 是我国的11倍 最先进的福特企航母 更是达到了97%的风度 可见我们在这一领域 依旧是认重而道远呀 我们在这一颗的风度 让我看这颗的风度 就可以不错 川普强的风度 然后这颗的风度 我们在这颗颗的风度 我们在这颗颗的风度